几个穷凶极恶的匪徒冲进医院 假扮医生抢了一个病人拉进手术室 他们不是要杀人 只是想用病人做乐器 演奏一段美妙音乐 之后他们甚至跑到银行抢劫 只是为了伴随最超级的声音 谱一段小曲 最后更是挑战在高压电线上演奏 差点全都去世 他们对于音乐有一种偏执的狂热 萨娜今天开车 超速行驶在乡间小道 他的车头放上节拍器 后车厢还有一个队友正在打架子鼓 伴随节奏越来越快 萨娜的车速也到达了顶峰 他们踩着虚线产生的节奏 让人血液沸腾 终于在最后一刻 啊 被交警盯上了 但两人并没有束手就擒 鼓手直接扔下架子鼓销毁证据 歹徒在逃脱后 将车开到了马路牙子上 人已经失去踪影 阿玛德斯警长过来调查 在车里发现了一个节拍器 此时两名匪徒也在现场 萨娜在确定节拍器拿不回来后 带着鼓手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里 萨娜说 现代音乐都是噪音罢了 她想要一个更大的舞台 去实践自己的追求 鼓手给萨娜出了一个超级方案 能在这个城市造成巨大的轰动 但这个方案有些变态 萨娜甚至觉得 两人站在屋顶 周围充斥着吵闹的声音 是时候进化这个世界 还原音乐最初的样子了 但是想要完成这项创举 需要真正强大的音乐人 他们心里有人选 忧郁音乐人比约克 落魄的福利院音乐会鼓手 他内心丰富 看到蝴蝶都会为其演奏一曲 雷电法王马库斯 追求听觉和视觉双重享受 夜电暴君麦兰 任何人打扰音乐完成 他都会重拳出击 最后一个正规君安德烈 在音乐会工作 有自己的音乐追求 所以总喜欢和只会对着干 但他确实记忆抄寻 没人敢把他怎么样 导致性格乖丽 能不能把我开了 来啊 人员集合完毕 大家在屋里汗畅淋漓 找对人了 对人了 给大家看了计划说 四个篇章四个地点 都是违法的 现在走都得七年起步 第一篇 起点之 新生交响 他们需要进行踩点 针对器材和患者 能发出的声音 进行乐器和曲谱的选择 正巧有个明星 去医院搁置床 媒体长枪短炮 让他有些羞涩 别拍了 小手术 满肚子艺术 是绝佳的材料 行动当天 他们进入电梯 换上医生的衣服 拉着明星去了手术室 在明星疑惑的眼神中 音乐会开始了 时长缘故 不能给大家全放完 但是不用说 大家也能听出 这不是天才是什么 完了 哥哥出场 给大明星割死了 萨娜超级起搏计 将大明星救活 很快警方接到消息 大明星死里逃生 称自己遭到了恐怖袭击 对方用自己身体演奏了一曲 怪好听的 警长来看看这匪夷所思的事件 你他们生带了 家里了 出问题的是警长 他听不到音乐汉匪的音乐了 也就是说 只要是被音乐汉匪用来当乐器的东西 发出任何声音 他都听不到 这还是个奇幻电影 事实上 警长也有对音乐的渴望 但是没有系统的学过 他家里出了很多音乐家 赶走正规军安德烈的指挥家 就是他表哥 然而传统的音乐 无法满足警长的耳朵 他希望倾听那种不一般的 比如音乐汉匪他们的创作 扯这么多你也有病 对吧 音乐汉匪还在行动 并开始了新任务 第二篇 奋斗之金钱交响 这群离谱的罪犯 没有带一把枪就抢劫了一家银行 并且在人质面前将钱全部销毁 警方来到的时候 他们已经走了 最厉害的犯罪侧写是 也猜不出音乐汉匪到底要干嘛 不过警方靠着提取指纹锁定了萨纳 音乐学院企图 有钱科曾经把音乐学院淹了 后被开除 警长去了音乐学院找校长打听 一听萨纳这个名字 老校长眼神都浑浊了 那个女人另劈蹊径 用草纸甚至马粪来创作音乐 后来迷上了水 我们好多人的梦想 在那场水灾中丧生了 警长回去看了一下当时的录像 萨纳借着防火警报演奏音乐 水不大 却刚好浇灭了大一心声的热情 社会上一度传出音乐学院 全是精神病的绯闻 调查还在继续 而罪犯也在作案 第三篇追求之精神交响 今天警长表哥办音乐会 指挥正经的音乐人演奏 但警长听得好像身上 有一万只蚂蚁在爬 扭头离开了这里 一出去正好看到 门口有匪徒集结 这一次他们竟然开着挖机 来演奏 警长抽出来 想要将这里的人逮捕 最终也没有抓住人 但是警长已经知道了那些人的身份 应不应该把这事捅出去呢 一抬头 远处的萨纳 用唇语询问警长怎么样 确认无碍后 扭头离开 本次事件让警方颜面扫地 于是警方连夜把所有从事音乐行当的人 全都抓紧了警局 一下子警局就像开音乐节一样 非常热闹 但警长听不得噪音 抄起一把贝斯还是什么东西的一通乱砸 警局也不是毫无收获 他们抓住了萨纳的房东 终于找到了萨纳的住址 在这里 警长看到了萨纳他们的计划书 终于明白了第四篇的电音是什么意思 转身他就去找了表哥 希望对方能帮自己谱曲 你个音芒还想谱曲 表哥先介绍了一下什么是节派 太复杂 这个就够了 警长仅用两个音符 写了一首曲子 表哥脑海里演奏了一下 一脸震惊 这他妈也算曲子 警长说 这首曲子能改变世界 与此同时 第四篇已经开始 寂灭之反照交响 萨纳他们来到了供电站 拉闸 瞬间整个城市黑了一半 然后他们爬上电塔 在没有通电的电线上开始演奏 这声音震耳欲聋 穿硬度了都 突然下面响起了掌声 是警长 棒极了 但是我想请各位帮个忙 警长拿出自己的乐谱 希望搁几个帮忙弹奏一下 而且这次还要通电 萨纳下来讲道理 被警长直接抓获 为了萨纳 队员们只能听话演奏 这是一次伟大的尝试 沉巴黎的人家里闹的鬼 表哥却从节奏中 发现了一场 表弟 警长和萨纳爬上楼 看着整个城市在沸腾 这才是最美的家座啊 事后 警长和萨纳有了真感情 走吧 离开这里 萨纳带着自己的团队 离开了这里 去沙滩边上 开始从事正经的音乐行业 就算是追求艺术 也得先混口饭吃 不是啊 全局中 谢谢我 我们 我们 谢谢观看